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柯南原版286-288集 海外长风版308-310级的暗届 宫藤星音纽约事件 讲的日式袭击和小兰在高音时 去美国旅游所发生的事情 当时去的路上就发生了 废田密室宫藤星音最初的事件 所以到了之后当然也不能落小风 上面说到小兰在柯南破完暗后 高烧倒地脑子里飘满关于主性的声音 柯南紧张大喊 小兰姐姐 叫几种直接不装 小兰小兰 大兰叫小兰姐姐 声音引起了横沟的注意 他赶紧停止下班来查看情况 因为他破完暗后真的不管毛利的 横沟摘下手套以试体温 这真的不会中毒吗 横沟忍着没死 试了试小兰的额头 发现有点烫手 说话横沟又觉得太慢了 又直接下令用警车送去医院 他在大桥对面的那家医院有人 可以马上安排床位 你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吧 感觉你更需要呢 柯南继续含小兰 生怕他失去意识 缺席明天的考试 而听着这熟悉的口气 意识不清的小兰 还以为是洗衣精在喊 表面意识不清 其实空前清醒 说着似乎想起了什么事 我最痛苦的时候 你总是能看透我的心 心意 小兰陷入了昏迷 故事回到一年前 布鲁克林大条上 回荡着自由的声音 小兰从一样大捷报中醒来 发现远处警示 statue of liberty 也就是自由女神的意思 洗衣精在旁边小做得瑟 这让小兰大吃一惊 随即抱怨 洗衣机没叫醒自己 前些错过了期待已久的 布鲁克林大桥视角的 曼哈顿夜景 洗衣机业余 这是因为小兰在飞机上就不睡 但小兰表示 这是因为飞机上出了命案 没错 会谁 我小兰一个人坐飞机会出命案 然而虽然出了命案 但某人似乎不受影响 本来还辗转难眠的她 破解了真相就满足的倒头大睡了 出事的原因找到了 原来是死神睡不着 然而洗衣机表示 我一定也不觉得满足 何止满足 你看起来简直得意到无情啊 接着突然中二 如果说要想达到推论 跟分析这门学问的最高境界 就算耗费提升来研究 都嫌不太够呢 华生 可以看出 彼时的洗衣机 由于还没经历月光案 突然几乎是当作一场 角色扮演游戏 对凶手还没有足够的共情 两人无视圣景的斗嘴 却让开车的有心子 吃到了一嘴凉 真叫人羡慕 然而洗衣机有点不爽 原来这套旅行 原本还算悠哉 但游戏词的一个神秘朋友 很稀罕的白老汇剧展门票 导致游戏子 毅然决定提醒一天去纽约 所以二人才到了 洗衣机洛杉矶的家里 就立刻转机 闭着眼的功夫 已经是在布鲁克林 这就是有钱人吗 为了蹭蹲中餐租车 为了蹭蹚表演 飞来飞去 也不知道该说是奢侈还是节省 应该是节省吧 因为有钱人的钱都是省出来的 说到剧展的节目 游戏子是一看窗外出租车上的广告 名字一目了然 那个节目就叫进鸡蛋 拼叫进苹果 这时窗外又驶过一大串警车 小兰有点惊喜 以为回到了东京 洗衣机解释 他们应该是在追一个 叫公路恶魔的连缓杀人犯 布鲁克林大桥上 不只有曼哈顿夜景 还有GTA的石阵 小兰一下子看到了两个地道的风景 公路恶魔是一个 专门攻击年轻女性的歹徒 据说真实身份是一个日籍男性 搞了半天 有可能是米花掏出来的 有趣词表示 公路恶魔出没在午夜之后 只要在那之前回酒店就行 看来纽约的夜晚也充满故事 堪称小米花 现在也才6点呢 听言 洗衣机纠正老母亲 现在已换成夏令营时刻 所以已经是7点 不过去看8点的演出 时间还是绰绰有余 但老母亲还是发出了惨叫 原来那位赠票的神秘有人运落 提前一个小时到达的话 还可以带他们参观后台 洗衣机小坐安慰 那你就死心了 因为游戏子这两五折报 绝对没有办法赶过去的 让老母亲手把手告诉了人 什么叫好车 阿瑟 我这辆是 捷报公司的经典杰作 捷报一行好车 只见游戏子一脚油门 老爷车发出嘶吼 借着一番灵活走位 仗显稳重车身 一时间撞不起的老司机们 只得看他表演 游戏子解释 前段时间这车确实快暴飞了 但是反修之后 满血复活 276匹的马力 上升阶段秒个86没问题 下升的话轮胎会有点压力 游戏子藐视法律 看着老爷车就开始飘移 虽然对象车道都是轻车 但因为他们是对象车道 游戏子觉得 他们只能眼巴巴看自己装逼 在布鲁克林大桥上 划过微发的身影 作者还对洗衣机眨巴掩 让他配合一下自己 所以这场超速 洗衣机是从犯 心意无奈 只得让小兰挨过来 只见一个提速 洗衣机庸美入怀 来不及把安全带 补着爆运速入弯 这果然让车身飘了起来 但因为洗衣机和小兰在另一侧 游戏子刚刚好步翻车 好清楚 这步比他拍摄够拉风 一时间 女子俩都撞到了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 只有小兰气闹了头 这个样子还叫没什么好怕的 很快 游戏子成功体现一小时 一达百老汇剧院 正得意识 这发现已被警方包围 咚咚咚 一个警员小哥敲开了车窗 而看着驾照上的照片 小哥觉得有点野兽 哦 你一定是在 是在某个事件中见过他吧 因为他是我们的一个密探 一个光头大叔走了过来 睁着眼睛 哦不是 闭着眼睛 就开始说瞎话 原来 这个身材微胖的大叔 是纽约警局的队长 简称纽队 过去游戏 曾帮他解决过案件 所以和工程夫妇 也算是老相识 他不就是木木警官 纽约分官 也以为摘了帽子 我就认不出来 本以为能在霓虹 结交各辖区警部的袭击 也是佼佼者 没想到清洁的人脉 已经拓展到纽约 纽队叔对小哥小作忽悠 说游戏子是身怀 追踪政务的密探 刚才只是经历了一场追丢 可是他车上还有两个高龙生 幸好小哥会做人 听到台阶后描述对 一场走后门就这样 在街头公然上演 游戏子十分感激纽队 但却被说谢错了人 你要谢的话 应该谢我才对 纽队撕下了脸皮 露出一张美艳的脸 原来他竟是世界巨星 少郎兵亚德 也就是为游戏子拿到门票 约定在这碰头的人 少郎解释 牛队是他的影迷 方才就在这和他聊天 聊着聊着突然就收到了 一辆银色捷报在超速的无线店 少郎立刻明白发生了啥 又做了变装准备 已开后门 帅气的出场 空女中跳着一种违法犯觉的浪漫 少郎解释 他已经提前和围观群众打好招呼 说他们在拍电影 所以想怎么离谱怎么离谱 习一集十分震惊 说这是何方神圣 少郎解释 你不知道吗 他是美国的大明星呀 但喜一集震惊的是 这个美国的大明星 为什么可以任意卫装成别人的样子啊 世界观打开 你看看人家小兰 出现什么都不奇怪 游戏的解释 这就要从他入行时说起 那时他为了演一个女间谍的角色 特地找了个大魔术师 其实都是快斗的父亲 学习伪装的技巧 当时沙朗一应这个原因 前去学习 二人并因此成为了好朋友 快斗爸爸会不会教的太过了 人家只是为了拍戏啊 你传说的水平 请直让人想创意 游戏自解释 不一样的是 沙朗的技术就要好得多 难怪他除了影员 还突展了别的业务 这就叫尽多不压身 小兰十分开心 竟在纽约街头遇到大明星 真的得感谢老天爷呢 然而话音刚落 老天爷就泼了冷水 劈里啪啦打起了雨点 雨中沙朗的回应仍有异味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秘的存在吗 如果这个世上真的有什么神的存在 那我们这些拼命生活的人 就不会发生不幸 这不巧了吗 今天就让你见识到了 车上正好一个天使 一个死神 话音落下 气氛飞鼠流了起来 在他嘴角那朵悲伤的闻笑 也许正是一种暗示吧 预告了之后即将发生的惨剧 原来沙朗乌亚德那看似闪光的人生背后 其实是满满不幸 好不容易登上大荧幕的那天 父母就在火灾中丧生 直到奥斯卡肯定的第二天 丈夫就刻然尝试 命运一次次给他泼冷水 好像就是不肯让他笑出来 相比之下 女儿沙朗克里斯 只靠蹭自己热度就清理上了大荧幕 之后便行为诡异 愈发过分 甚至在自己去粉浅看望丈夫时 用自己传授于他的易容术 易容成丈夫的样子 你不觉得这玩笑开得太过分 简直是有点问题 你应该带他去看一下医生 所以他已经和女儿断绝关系 而来十年有余 不过这里的沙朗乌亚德 其实就是沙朗克里斯 你是不是脑子里冒出意外流动 其实我也是 问题是 至于克里斯 只听说他和一群素质不良的朋友混在一起 理事的喜悸还不知道 那对朋友素质有多不好 说吧 沙朗让赛人还是进去吧 否则路人半天没有看到摄影机 会起疑心 小看纽约市民了 他们不是天天整活吗 四人来到后台 几个上完装的女演员 立刻映入眼帘 看到沙朗接近起的问候寒暄 他们分别是 皮肤有黑的妹子 有黑莉拉 日益亚洲眼的妹子 霓虹阿加尼 金发闭眼的妹子 达金发罗斯 原来沙朗和团长认识 所以才能这么轻易拿到票 并参观后台 这集应该叫 有人买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开了游戏子 几人惊呼她 暗夜男爵夫人 这当然是因为 游戏子是小时候 暗夜男爵作者的妻子 还曾以这个身份 做客美国的节目 当时她在节目里 照本宣歌了一些 又做平时看犯罪新闻时的分析 结果警方 据此真的逮到了歹徒 于是游戏子 摇身一变成了名侦探 怎么有点毛利小五郎的意思 看来这是老共同家的命运 有人造神 有人造王 你们是造名侦探 当我问到 她身后的两个孩子时 游戏子表示 一个是儿子 另一个 将来很有可能 会成为我的女儿 将来有人已经要 现任围境了 这是一个气质高冷的女子 出来泼冷水 她的特点是嘴巴很黑 我们叫她嘴姐 嘴姐表示 真可惜 还以为男爵夫人来了 就可以解开那个电视 原来这是带孩子来玩的 原来三天前 剧团收了一个奇怪的礼物 一个气成金色的苹果 上面有动物的血液写着 献给最美丽的女人 意味充满跳波 这时一个男子走出来 打哈哈 表示这是恶族剧 上人解释 此人便是剧团首席演员 阿帅基斯 因为已经收到 出演电影男主角的邀请 今晚将是她的 最后一次歌舞剧表演 简单介绍后 几个演员便带众人参观后台 所以说演员 也不单单是负责表演 遇到邪机这种关系户 也得应酬应酬 走着 小兰注意到天花板上有东西 上人解释 那是因为太战空间 而掉在上面的幸福 但小兰看着看着 却觉得有点异样 这时 一根信线突然断裂 到盔甲突然走向了自由 众人纷纷躲闪 但大金发罗斯 却不幸被勾住了裙子 一时动弹不得 幸好小兰反应极快 一个回头将罗斯扑了出去 力道之大 双双飞出三米 最后只有地板被砸死 大金发罗斯瞳孔地震 想到了金苹果的威胁 我就知道是我 最美的过人是我 基斯阿帅再次抚慰 说不过是麻绳太久 随机砸个人提醒剧团换麻绳 嘴姐则表示 幸好没砸到旁边的镜子 原来 旁边这面落地镜 既是剧团的守护神 这让大金发罗斯 也不禁投去感激的眼神 还是沙朗拎得清 你们要卸的不是镜子 也不是什么神 应该是这个女孩吧 大金发倒也爽快 又激动发出感激 此时也到了快开眼的时间 演员们陆续离去 小兰发现 刚刚有所擦伤 见状 沙朗送上手帕一条 便打算告齐了 名语人 因为名语让女人女人 外上歌剧终于开眼 壮观能开上 让下来和游戏子直近乎 让习机直打哈欠 原来习机读过剧本 就是金苹果啊 那是一个希腊神话 传说以前有三位女神 分别是赫拉 雅典娜 维纳斯 有一天 他们受到邀请参加宴会 却导致另一位没有受邀的 名叫厄里斯的女神 极度性大巴 于是就送了他们三人一个金苹果 上写 献给最美丽的女神 没错 这跟剧团遭遇的事情很像 而那三座女神 为了知道谁最有资格 拥有那个苹果 就找了特洛伊王子做评断 这还真是考验情商 为此 三人还拿出了各种好处 作为选自己的奖赏 一下子就不考验情商了 根据各自所掌握的东西 赫拉需要以全世界最大的权力 雅典娜保佑她战无不胜 维纳斯则需要以爵士米亚女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当然是维纳斯 那是爵士米亚女啊 皇位可继承 美亚女不常有 牡丹化下死 做鬼也风流 但有心思让袭击不要先得意 那只是神话版本 这出歌舞剧可是有所改编 包拳会吓一大跳 只见舞台上的王子摇身一变 在大镜子中露出了真身 原来他竟然是大天使 怎么编的 改编不是乱编 说吧 并淹没在烟雾中 舞台顿时翁隆一片 这时烟雾里出现一条红色光线 随起一个变声 淹没在嘈杂中 而阿帅扮演的大天使 从镜子后缓缓升起 龙母散去后 重量发现 他已经中枪身亡 骑衣机把小兰托付给家长 便立刻朝奇广的发射处冲去 发射处是个偏僻座位 地上掉着一枚弹壳 骑衣机拿了起来 传来的触感却令他意外 木警官 纽约分官瞬间赶到 芝麻还跟着一个高木老弟 纽约分地 这个分地还挺争执正确的 想必局里还有一个跨性别左腾 和高级板白鸟 凶器手枪就掉落在舞台上 初判断 子弹射入的角度是上方40度 这让牛队大吃一惊 那当然了 有戏子自行猫跑 解释这是因为 凶手就是从楼梯上 射击死者的 当时大家都看到了激光瞄准性 相比就是在那里杀完人后 将墙扔了下来 接着便和牛队小作寒暄 表示自己是来看剧的 你敢不敢说你超速的事 只不过 我没想到一出歌舞剧 竟然会变成了一出侦探剧罢了 把我目前没有骗人 他果然改变成了洗衣机感兴趣的那种 说这个事 他儿子也看到了 你儿子啊 没错 他现在就站在你的旁边呢 哦 这次真的是他了 都提醒你死神在旁边了 刚想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眼睛 可是眼睛刚刚又睁开了 可能只有办案的时候不睁 这个少年 就是你最引以为豪的新衣是不是啊 嗯呐 你看他跟牛队多像啊 多喜欢恶作剧 洗衣机现在真调皮 还好会有毛利体咒语 这时小婷一阵而喻 送来一个消息 据院房表示 一个月前 就有一个折头盖脸的可疑人 买下了那个座位 想必他就是凶手了 洗衣机也表示 那是一个角度不好 所以很便宜的座位 看戏不方便 但杀人倒是不惹眼 那他在米花应该是属于比较贵的座位 有个有两个细节不解 第一 死者的锁骨上 有个新鲜的烫伤痕迹 第二 死者的右手沾到了血 而且还有磨掉的痕迹 要知道他的衣服上并没有擦血的痕迹 一点说完 牛队索要答案 你这位男爵夫人应该也还没有想到吧 那你就去问幽作好了 他一定会知道 纽约的大队长就是不一样 比目警官直接多了 有些字表示 幽作正在闭关赶搞 根本联系不到 这让牛队摸不着头发 非常苦闹 叫我怎么向社会 署长还有我老婆交代呢 要不你试试自己努力 你好像还没有开始努力 幸好这时 小蓝予以安利 要不你们试试新衣 只见洗衣机已经蹲在尸体旁 厕所的样子又模又样 然而老母亲业余 他没有多少劲量 就像很多老母亲那样 于是 小蓝把洗衣机在飞机上 解决了命案的事 认真到来 当时的他简直就像福尔摩斯一样 小蓝表示该反反该夸夸 这让游戏子有点震惊 让牛队看到了希望 回到后台 新衣告诉众人 凶手就是台上的四个女演员中的一个 原来 他第一时间就冲到了激光镜头的楼厅 摸到了掉落的蛋壳 结果发现一清凉凉 没错 蛋壳是事先被人放在那的 而激光并不是从楼厅射向舞台 而是从舞台射向楼厅 本意是让人物以为凶手 是从楼厅射杀阿帅祭司 结果反称了 凶手就在舞台上的证据 设计人定做和送燃血的金苹果的也是他 除此之外 他还设计了盔甲掉落的意外 其间指出 盔甲掉落处的地板上 有一根缠着断裂鱼线的钉子 旁边还有个利刃割出的口子 显然 当时有人走到这时 用藏在鞋底的刀片类的东西 偷偷割断了鱼线 让盔甲掉落杂人 一造成剧团被外人盯上了的假象 有队有认真听个 提出信中质疑 那就是死者比四位女演员各自多高 凶手要如何从上往下射杀死者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西纪还没有想到 说着来到了更衣室 观察四位嫌疑人 只见四个妹子正烦躁不安 霓虹阿加尼闲巧口红 有黑莉拉在点烟 大金霸罗斯则在经历凯伊拉罐拉款的大挫败 四人肩带着手套 还是霓虹阿加尼打破了沉默 因为他方才得知 有黑莉拉竟和阿帅祭司两亲相悦 而来已有五年了 这让正在和阿帅祭司交往的他 很炸裂 听言 大金霸罗斯也有话说 因为他没想到自己的男人 竟然还有两个红粉 没错 罗斯和祭司也是一对情人 哪里 excuse me 三人互相蒙在鼓里 只有嘴姐尽收眼底 于是门口的纽队认为 嘴姐应该就没有动机 竟然知道他跟另外三个女的在交往了 嘴姐应该就跟这场纠葛没关系吧 而且霓虹阿加尼和有黑莉拉的书装镜上 都贴了和死者的合影 大金霸罗斯都贴了死者的天使造型 只有嘴姐的书装镜上 没有贴死者的照片 对此游戏的解释 嘴姐确实没有和阿帅在谈男女朋友 也确实没有在和他两情相悦 也不是他的地下情人 因为他们是一对夫妻 论男女之间 除了朋友和亲属 还能有多少种关系 有的人才让是特罗伊王子改变的角色 台下却是正宗的宙斯的生活 居然还舍得去拍电影 看来是打算去新的圈子乱伤 有性子解释 这是刚才沙朗偷偷告诉他的 如此一来问题也出现了 那就是案发当时 大金霸罗斯虽然最靠近镜子 但他躺在地上 没到底能从上往下设计死者 嘴姐则坐在地上 霓虹花家里则是贵姿 唯一站着的有黑莉拉 则双手挂头 露在烟雾之上 没有烟雾的掩盖 更难以作案 而阿帅基斯又因为背着翅膀机关 只能站立不能蹲下 案件陷入瓶颈 然而体验习近自信一笑 心中应有方向 画面转 心意和小兰回到了案发的舞台 接着让身高160的小兰 顶着一本书 站到镜子前 看到不出所料的画面后 习机静止走近 以超近的距离观察小兰 背后的镜子 这让他发现 这个被称为守护神的镜子上 竟有一个结合过的痕迹 难道不怕镜神生气 接着习机发现 镜子两边的幕布 有点重 随即又注意到镜子背后的右边 有个可以掀开的铁格子 接放处还夹着一个羽毛 铁格子下的地面 还有血迹 我就说牛队根本就没努力 在拉圆视角 又发现地板上有两道弧形 将镜子包围 习机明白了一切 牛队这边 他打算做个消炎测试就下班 至于凶手 就定为外面的人 习机表示 我这是浪费口水 这时锯上的灯突然熄灭 接着从儿子那听的一肚子 推理的有蜥子 高调走上舞台 可惜丁格的大灯 点错了对象 证明师抱歉啊 我在这里 有蜥子开始推理 而名侦探躲在暗中 招待瘟音的听众 原来阿帅基斯的身高 有190公分 约等于小兰顶上书 但是小兰刚刚顶说时 书却明显高出了镜子 要知道阿帅表演时 不能弯腰了他 或是完全藏在了镜子后 只有一个可能 工作人员用了一个机关 那就是奈洛 也就是地坑 还记得镜子后 有两道弧形 原来那是个转动机关 表演时 铁格子其实是在镜子的正后面 也就是奈洛的上方 阿帅就是从那个里面 缓缓升级的 不过升上来后 舞台有所转动 铁格子下面就变成了地面 凶手就是趁阿帅 还没有胜出奈洛时 由上而下 近距离将他射伤 只要勘察一下 就能在奈洛里 搜到血迹和蛋壳 以及当时废出去的羽毛 虽说有的案子看着废一所思 其实还是警方做的不彻底 而能做到这个动作的 就只有当时在镜子前面趴着的 大金发罗斯 这个凶手很好记 只要记得是罗斯 刷了金丝就行 三位演员十分震惊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要求奈洛的事 实际先解释 这是因为镜子 被工作人员偷偷截短了 想必是凶手大金发 事先在镜子上方的镜面 弄出了一些裂痕 而工作人员注意到后 怕引起演员不安 就没有声张 而是偷偷将镜框拆开 将有裂痕的部分截掉 又重新拼回来 结果就导致镜子比阿帅矮了一点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作人员就偷偷使用了奈洛 并只告诉了主角阿帅 可必须拜托他 用手打开铁格子的大金发罗斯 离府 要是工作人员早点承认 这个案子的手法和凶手 都瞬间迎刃而解 杀完人后 大金发就把枪 给在了阿帅的锁骨上 利用阿帅升空后 停住的惯性掉下来 一造成手枪 是从上方扔下的甲枪 所以这个枪 要是卡吉尼也没掉下来 凶手登场背带 但是大金发没想到 开枪后 阿帅不甘心的握住了他的手 留下了摩擦的痕迹 所以大金发的手套内侧 应该还能找到 阿帅写下的惨字 不得不说 这个案子 真的就是认真送查一下的事 会想出这种手法 牛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习近却表示 在他注意到 大金发开汽水 频频失败 却不肯摘下手套 事实时 他就怀疑了 怀疑手套下藏着秘密 而与此同时 他还觉察出了动机 原来 还记得那三位 阿帅的暗昧对象 的梳妆台上 都贴着阿帅的照片 其中两人是合影 只有大金发 是阿帅的大天使照片 这是因为 他爱的不是阿帅 而是阿帅扮演的天使啊 对 所以我才要让他 永远做敏克尔 少一点 少一个时辰都不算是吧 可惜 他今天演完就不无言了 大天使会变成别的演员 所以他要让阿帅 死在这场羡慕中 可是大天使 还是会变成别的演员 大金发自有原因 但是 这是他做的决定 是他自己决定 扼杀了米克尔的角色 他明明知道 我对他誓言的米克尔 已经爱到 无法自拔的地步了 这有点像角色OOC 粉丝杀兵剧 说着 大金发还觉得 这次天躲在帮他 否则在盔甲掉下来时 他也不会再被钉子 勾住里莎那 正好被人给救了 说着 对小兰发出了糟性的感激 案件结束 游戏斯去帮忙路可供 小兰心一打车回宾馆 临走 游戏斯提醒二人 小心公路乐魔 回去的路上 协议记录在套套布决 结果发现 小兰表情乐魔 没在听的 这让他立刻猜测 他是被大金发最后的话影响了 小兰决定自己消化 便假装吃惊 说大金发说了啥 他英文说的太快 所以我没有听清楚 洗衣机表示 那就算了 并让小兰关上车窗 因为外面在下雨 小兰表示 他要看夜景 而且他有沙朗的手帕 弄湿的坐垫 他可以边看边仓 说着 手帕却突然调皮 被风吹进了巷子里 小兰果断叫停 出来找手帕 因为那可是沙朗送他的 都拿来擦坐垫了 小兰表示 他作为一个拿大明星的手帕 擦坐垫的人 这时 洗衣机注意到 一旁废弃大楼的室外扶手上 有一条手帕 于是决定去上面拿 而小兰待在雨中 还在回想 沙朗和大金发的话 那男爵 仿佛 沙朗早就知道 大金发要坐垫什么 竟然就讲 自己就大金发 是不是走错了 纠结之时 巷子里却传来脚步声 翻译过来是 一个长把男人 已经出现眼前 还长着一张日本脸 难道是 共路恶魔 被那么多警车直杀的歹徒 还能这么有情吗 关键是 他的肚里 传出了手枪的机械声 男人越走越近 刺激赶紧叫小兰上车 说这人一定就是 公路恶魔 但小兰表示 袭击还在楼里 刺激只好一脚游门 说两人一脸伪信 这是星云流水 这就是纽约第一个的日常 见证 男人却问小兰 是不是日本人 并问他 有没有见到一个可疑男 就是一个把长发染成 银色留了胡子的日本人 是落魄的新酒吧 原来 公路恶魔是一个鹰罢男 小兰表示 没看到 这是男子的伙伴改道 衣服上 尽一折缝不乐 所以吃饮修衣 为什么不应 吓死人了 男人让小兰赶紧走 但小兰要留下灯洗衣机 俩人便留下他离去 留下他没问题吗 有没有可能 把目标和高中生 封锁到一起了 小兰意识到 公路恶魔就在附近 便进大楼找洗衣机 结果在闪电里 发现地上 竟有滴滴血迹 我发现吃饮修衣 也挺不靠谱的 银目标的血 就立在这栋可疑大楼的玄关处 小兰怕是洗衣机的 赶紧上楼找人 却发现感冒的症状 越来越重 最后 竟在这栋废弃大楼的 楼梯转角处 遇到了一个银发男 小兰还有一点懵 行星却在上面大喊快跑 这个是攻入恶魔 双腕间 银发男以军系的枪 并掩语 还以为自己躲得很好 竟还是被那个少年发现了 那一地的血 怎么就躲得很好了 双腕间靠上了一旁的栏杆 优扬的就开始装消音器 然而可能是因为 对准的是欧皇 消音器还没领紧 栏杆就突然调皮的断了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靠栏杆 一声标击后 消音器和护蓝悲惨着地 而银发男却被小兰拉住了 接着新衣也伸出原手 而银发男反应过来后 展开自救 一个翻身帅行回楼 接着发出灵魂质问 你为什么要救我 到底为什么 居然敢救我 不能预料你 幸好洗衣机回答满分 这呢还需要什么理由啊 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 或许要有动机 但是在情节之下 救个人 是根本不会考虑到 那么多的对吧 帅气的发言 既攻心了一发男 又打了小兰歇事 各是出动了小兰方形 从这里他们就双箭头了 这么说背景还是个没人了 小兰心事解开 沉重倒下 洗衣机赶紧送衣 临走警告一发男 最好别趁机开枪 因为牙受了伤 意味着追捕牙的人 就在附近 用那把没有装 消音器的枪杀人 等于同归于尽 这次我暂时被放过去 下次再被我碰到 就没那么简单了 太装逼了吧 我是喜欢被毛利爆锤的女 心意气在诅咒中 和引发男震惊的目光中 抱着妹子淡淡离去 第二天 雨步天井 有些紫和沙朗报了电话周 原来昨晚洗机走后 就报警了 让警方去捉公路恶魔 这就是说了暂时放过她 但是警方赶到后 却发现公路恶魔逆情自杀 但实际上是沙朗 也就是贝尔摩德杀了她 并冒充了她的身份 洗衣机和小兰 在大楼遇到的 其实是贝姐 哦 小兰现在好多了 虽然沙朗在询问 小兰身体情况 说明看着小兰倒下的 一把奶 其实正是沙朗 有些子表示 小兰烧了一晚上 现在已经没事了 只是昨晚的事 她好像完全忘记了 确定没事吗 最后沙朗让有些子 转告起来一句话 你就说 你说的没错 我发现身边 似乎也有个天使 从此洗衣机和小兰 在贝姐心里 有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这当然是因为 即便是威胁自己性命的人 遇到危险时 他们也不假思索的 伸出援手 要知道死有重于泰山 死有乌龙如小兽 贝姐要是被吃鱼球衣 发现靠栏杆摔死了 那真是逼死还难受 洗衣机这边 不放心的她 又是小兰的头 由于的回忆 一再重 戛然而至 醒来时 侧体温的人 变成了大头客男 原来 想起一切的小兰 已经退烧了 一方的老爹表示 会这样 都是因为学业繁重 那不是他又想吃中餐 又想看电视 又想过考试 中间还在接连 不断接单 接着又表示 小兰昏迷时 说了奇怪的话 你好像说什么 救人是不会考虑太多的 小兰非常不好意思 对 那句话 是我的作用名也不行吗 我不准吧 随便说了 客男表示 磕到了 于是 爷俩放心回家 让小兰留意愿休息 想让他休息 就不能留下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再见